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继续关注东航MU5735追击 坠机现场已经有遇难者遗体被发现 此外被巡获的第一个黑匣子已经连夜送往北京读取数据 而中国也已经正式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参加东航客机的事实调查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在北京时间3月23日晚上9点 在中国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举行的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 调查组介绍321东航飞行事故调查的最新进展 更新了当天下午5点发布会上提到的东航MU5735实时航班被发现的第一个黑匣子 民航局航班主任朱涛在发布会上表示 发现的这个黑匣子外观破损严重 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英文缩写CVR 据介绍黑匣子已经连夜发往北京对内容进行抑制 广西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 正希在发布会上表示 30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主要对事故区域的东面邻区进行了搜寻 截至到当地时间的3月23日晚7点 够搜寻区域面积4.6万平方米 发现有部分飞机残骸和遗体残骸已移交调查工作组 在3月23日下午5点的新闻发布会上 民航事故调查中心的主任毛延峰表示 飞机失事时航路上天气试航无危险天气 根据机组于空管单位的地空通话记录 该机自昆明起飞一直到航路上突然下降高度之前 机组于空管单位均保持正常的通信联系 毛延峰还提到 失事的波音737飞机上装有两部飞行记录器 其中一部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英文简称FDR 另一部是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英文简称CVR 根据介绍 飞行数据记录器安装在客舱尾部 记录时长25小时左右 记录参数约1000个左右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则安装在货舱尾部 可以记录4个通道的声音 记录时长大约2至3个小时 两部记录器可以在事故发生后 帮助分析飞机状态机组操作情况 以及在驾驶舱面临的情况 毛延峰在23日下午5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由于本次事故情形比较罕见 空管雷达显示飞机是在巡航阶段突然下降高度 且下降率很大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找到机上两部黑匣子 送到专业实验室进行一码 这对我们的梳理事故链条还原和分析事故原因非常重要 东航云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孙世英表示 该实施飞机在2015年6月22日引进 飞机维修一直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实施 技术状况稳定正常 起飞前飞机符合维修放行标准和驶航要求正常放行 该航班飞机机组有三人 一名机长两名副驾驶 机长在2018年1月评为B737机型机长 飞行总经历时间6709小时 第一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31769小时 第二副驾驶飞行总经历时间556小时 三位飞行员的飞行执照和健康证都在有效期内 健康状况良好飞行经历完备 符合举方要求 据目前了解的情况 几位飞行员平时表现很好家庭和睦 在北京时间3月23日的下午 包括隶属湖北武汉长江日报系的 酒派新闻等媒体 发表了一段据称是 客机失联后的空中管制无线电对话内容 显示广州飞航情报区管制员 与当时在区内的多架客机 曾试图协助呼叫MU5735航班 可惜音讯全无 帮忙再叫一下东方535 看能不能叫出来 35是吧 南方3.64 南方3.64对的 在12.35尝试一下叫 35 收到了12.35叫中方535南方3.64 中方的535南方3.64 535南方3.64 5.64麻烦在121.5里面尝试叫一下中方535 535南方3.64 121.15叫 中方的535南方3.64 安全委员会NTSB参加东航客机的实施调查 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基哥在周三表示 中国民航当局已经邀请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参与对中国东方航空波音737-800坠毁事件的调查 霍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东航坠机事故令中国航空业12年零致死空难记录失守 直到本周之前伴随着整个中国航空业的迅猛发展 东方航空在快速崛起之路上基本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而周一的这个东航坠机事件令中国航空业12年没有致死空难的记录戛然而止 过去30年通过迎合中国游客这个庞大的新兴市场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直到本周之前伴随着整个中国航空业的迅猛发展 中国东方航空在快速崛起之路上基本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然而本周一载着132人的东方航空MU5735航班在飞行途中失事 坠毁在中国南部山区这起空难也打破了上述记录 这是东方航空自2004年以来的首次发生空难 中国已有12年没有致死空难的记录也由此戛然而止 东方航空表示这架波音737客机在从西南城市昆明飞往 南方大都市广州的途中失联 公司已经派人赶赴事故现场 东方航空还称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之中将配合相关的调查工作 成立于1988年的东方航空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称中国三大国有航空公司 这三家公司主导着中国航空的运输 总部设在上海的东航在连接这个中国金融之都 与国内外其他城市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使得东航成为中国航空旅行需求迅猛增长的主要受益者 在2000年的中国航空客运量只有约6200万人次 而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首次搭乘飞机出行 到2019年时航空客运量增加到6.6亿人次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预测 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的旅行需求之前 若中国航空业保持这样的增长率 那么中国最早可在2022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 东航2019年运送旅客1.303亿人次 为当年全球客运量排名第八的航空公司 第七名是德国的汉沙航空公司 第九名是英国航空公司的母公司 而在十年前东航的客运量还只有4400万人次 东方航空在最新坠机事件之后 已决定停飞旗下所有的737-800客机 这也可能会干扰旅客人数的回升 东方航空最近的年报显示 该公司2020年运营有734架飞机 其中有400架由空中客车制造 322架由波音公司制造 东方航空当时表示 该公司的宽体客机平均基龄为5.6年 宅体客机的平均基龄为7.4年 旗下飞机的现代化程度位居全球前列 随着中国航空业的发展 东方航空与全球航空运输系统交织在一起 达美航空公司在2015年以4.5亿美元 收购了东方航空3.55%的股份 当时这家航空公司试图利用 美中之间的旅行大幅增长的机会获利 时任大美航空首席执行官 理查德·安德森当时说 大美航空与东方航空的关系远远流长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 将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获利最封 最持久的合作关系 根据最近的一份公告 大美航空在东方航空的持股比例 已降至大约2% 这两家航空公司以及欧洲的法航 核航集团都是天河联盟的成员 东方航空是法航核航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持有9.58%的股份 仅次于法国政府的持股比例 东方航空曾表示 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增加合作伙伴 东航能够扩大全球网络 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虽然3月21日的客机失事 是东方航空将近20年来的首起空难 但该航空公司在成立早期曾发生过数次事故 在1989年至2004年期间 造成人员伤亡的坠机事件就发生了4起 在2004年东航一架彭巴迪CRJ200克机 在从内蒙古包头起飞后 不久坠毁 造成55人遇难 后来随着引入日益现代化的飞机和制定飞行管理条例 中国的航空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发生过空难 20年来 美国政府通过美国航空管理局监管的美中航空合作项目 帮助中国提高了航空安全标准 即便如此 在华工作的外籍飞行员还是对他们所说的 常见于中国本土航空公司的一些做法表达担忧 认为这些做法会增加事故风险 在2018年年中发生了一系列设计中国航空公司的非致命事故之后 中国民航局承认国内航空业的过度扩张 削弱了安全机制 并承诺将查明并清除不合格的人员 媒体时代周刊在MU5735坠机的当日就发布了一篇文章 题为为什么东航客机坠毁事件对该国冲击如此之大 在时代周刊的报道里 退休的香港记长同时也是官方认证的空难调查员大卫纽伯里 认为这次事件肯定会为中国的航空业带来冲击 因为中国对于航空安全有点偏执 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次肯定很生气 时代周刊的记者也肯定了中国如何一度成为航空安全的典范 包括引述了新华社在2月底3月初的报道 指2021年中国创下连续安全航行1亿小时的记录 纽博里也指出在中国过去有过为空难寻找替罪羊的前科 惯常的做法就是找到替罪羊 与之划清界限之后在结束调查回归日常 并非采用一个公正文化的系统来全面审查 可能导致事故的因素和组织的责任 而并非采用一个公正文化的系统来全面审查 可能导致事故的因素和组织上的责任 纽博里同时指出航空事故总是非常复杂的 仅仅抓住一个人对它进行惩罚了事 只会掩盖事故背后的系统性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包括疲劳驾驶不利于飞行的天气条件 训练不达标的飞行员以及不良的飞机设计等因素 都可能会造成事故 针对这篇文章以及纽博里的看法 颇为意外的是 香港影星周星驰很快对此表达了不满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周星驰通过助手陈振宇罕见地公开表达了愤怒情绪 周星驰先是表示他对近日发生的飞机事故深感痛惜 非常感谢国家和相关单位的积极搜救 真的希望有奇迹出现能发现幸存者 随后周星驰话锋一转提到自己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看到一位退休机师 此处应该就是大卫纽博里说 中国人对航空安全有点偏执 周星驰怒斥该言论冷血 甚至语气中带有鄙视 而周星驰的助手还转达了周星驰的看法称 如果飞机伤亡事故发生在你的家园 难道你们不会紧张和痛心吗 希望大家能不分国籍 更加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 周星驰一向形势低调 这次发生算是少有 而另外根据BBC的报道 MU5735空内引发广泛的关注 网络上对应否谈论某些信息有激烈争论 不少网民主动呼吁冷静等待官方发布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简称 中央网信办官方网站在周三发表文章称 由个别网民发布传播不实信息 造成不来影响 多个网络社交平台严肃处置了 违法违规信息及账号 呼吁广大网民客观理性发言 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其中新浪微博表示 已关停处置876个严重违规账号 清理1482条违规内容 涉及范围包括调侃灾难 发布传播不实信息 刷流量蹭热度于恶意营销等 新浪微博还称 以针对涉及东航空难开启展示 发布IP归属D功能 曝光发帖者的位置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